今天到底吃几个鸡蛋最好呢 鸡蛋的胆固醇很高 不能多吃 我吃鸡蛋不吃蛋黄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 那韩老师告诉你 大错特错了 今天就跟大家说个明白 为什么大家会恐惧鸡蛋的胆固醇呢 早在1937年的时候 西方人提出避免摄取蛋黄 可以预防胆固醇升高 从此西方媒体大肆渲染 1977年在没有任何有利科学证据的支持下 美国膳食指南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 限制在300毫克 相当于一个鸡蛋 后来经过调查发现 撰写膳食指南的作者 因为反对肉蛋产业 用私人感情抹黑了鸡蛋几十年 直到2015年才终于取消了这个限制 其实人体每天都会调节制造 1000到2000毫克的胆固醇 而膳食比例摄入不足20% 也就是当您吃多了 身体会制造的少一些 吃少了就会制造的多一些 无数的论文和研究证明 正常人每天吃两到三个鸡蛋 不会增加任何身体的负担 一个小小的鸡蛋含有丰富的 氨基酸 维生素A BDKE 叶黄素 叶酸 欧米加三等 多达20多种营养成分 几乎是全世界营养密度最高的食物 而鸡蛋胆固醇过高 这一假说早就被推翻了 如果您身边还有人不吃鸡蛋 还有人只吃鸡蛋清 不吃鸡蛋黄 一定要把这条视频分享给他看看 别着急滑走 点击下方头像关注我 焦哥 健康朋友